孟加拉国反对公职配额制的大规模示威活动 已经造成至少114人死亡 最高法院在周日发出裁决 取消大部分政府职位配额制 据当地媒体报道 孟加拉国最高法院上诉庭 21日驳回下级法院恢复配额制的决定 并下令93%的政府职位不设配额 其余7%的政府职位将保留给 独立战争退伍军人的子女及身体残疾等人 做出裁决后 最高法院附近的街道变得宁静 军队在首都达卡各地部署 最高法院门外也挺有坦克 虽然配额制被驳回 有学生团体表示不会停止抗议 认为国家应该对此次致命冲突负责 达卡为示威活动中心 此前学生于全国发起游行示威 警方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 并投掷烟雾弹驱散示威者 后来于16日演变为致命冲突 死亡人数一直上升 至今造成超过百人死亡 随着抗议活动不断扩大 孟加拉国司法部长随后表示 有一同抗议配额的学生进行讨论 孟加拉国政府19日宣布 全国范围内实施宵禁 并部署军队及进行网络封锁 孟加拉国总检察长表示 政府将找出暴力事件后的幕后黑手 并对他们采取严厉行动 方卫视综合报道